体验山间也去 感受乡土风情 在我的手攥着的 但是我一搜这个你跑这儿 来 你露一小头 你露一小头上 竹林 溪水 民宿 演绎夏日风情 好舒服啊 您看 有一个像是人躺在这儿的 那是我们比较著名的景点 这个睡觉 古老传统记忆 打开致富密码 销售额现在都是到三百万 今天 请跟随我们生财有道一起 走进安徽省青阳县 各位好 我是萧薇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的青阳县 著名的九华山风景区就在这里 每一年来九华山游玩的游客是络绎不绝 仅去年游客数就达到了八百多万 每天源源不断的游客给周边的老百姓 也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那今天就请您跟着我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当地人是如何把握好这些商机 生财之父的 以著名风景区九华山为依托 当地老百姓结合自身特点 也在发展着不同业态的旅游服务 浩克的青阳人首先在美食上做足了文章 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你先看一下 就这样吗 是这样 我怎么还在那儿能看到呢 这个泥虫因为它跟着气候条件 因为今天的气候出氧 它有时候上的 等气候温度下降一点 它会站在泥土里面 它是这样的 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之前我们也抓过几次泥虫 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在哪儿藏着的 今天是因为它天热是吗 天热 天热它出氧 它就在这个水面上 等一会 它温度要下降一点 它可以站在泥土里面 或者温度高一点 它会站在泥土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要趁热赶紧去抓 要不然等凉了就找不到 现在下去抓了 肯定好抓 你看上面都是泥虫 我看到 这位带着记者来捉泥虫的人 叫贵新民 在青阳县乔木乡 从事餐饮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最拿手的菜就是做泥虫 我先把这个咱面老 这可以放下来 好了 其实现在我这个静下神了一看 你看在水面上 都是泥虫 对 你像这样子 它在浮面 那我们就像这样的了 像这样的了 拿个布 给它给葫芦上 对 我先停一下这上面 好的好的 这个就算了 咱们抓住了 对 对对对 好不会抓住 对对对 进去进去 好 我看我这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用那种左手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看 来你看 你看 你看 抓了一球 你可以了 你抓起来可以了 在我的手攥着呢 但是我一生 他给你跑这儿 来你露一小头 你露一小头 让我 青阳县地处山区 植被丰富 溪流池塘 随处可见 而遍布其间的泥鳅 自然也就成了 当地美食绝佳的食材 身处灰菜之乡的青阳人 精工巧琢 尝试出多种制作泥鳅的方法 这其中 老贵的红嫩干泥鳅 最有特色 看 看 哇 好大 一条大的 这个是不是最好的 这个不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这种泥鳅 需要中好的泥鳅 中好的 对 这个泥鳅在包摔的过程中 它需要摔的时间长 吃的口感就是不一样了 那这条呢 是烧黄瓜 烧豆腐都很好的 但是烧我们的油焖干泥鳅 像这种就不行了 我终于明白了 如果要是做油焖干泥鳅的话 泥鳅的大小和粗细就有要求 有要求的 如果不是这道菜的话 那是泥鳅就行 对可以 烧豆腐大便好 对 好 那我们让它走吧 对 是这样的 原来 老贵做泥鳅 还有一些特殊的制作工艺 因此 对于泥鳅的规格大小 要求较高 好嘞 入楼咯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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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抓到的 好 老贵 这么多泥鳅够不够咱一盘菜了 一盘菜可以了 那我们就向岸吧 好的 捉回的泥鳅还要分简清洗去除内脏 老贵 这泥鳅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把它剪置出来 哦 起锅一勺油 哦 这多很多 对 好 这个要 这个动作要快 哦 它少了 哦 你很麻利 对对对 倒进以后马上改过改 要不快的 它那个油蘸 口红索 它那个 你修在里蹦啊 哦 这样 现在没什么动静了 对 现在没什么动静了 哦 哦 这个要煎多久 这个快 大概两到三分钟吧 土腥味 原本是泥鳅的特有味道 但口感非常不好 因此 有经验的厨师 首先要去除掉它 而老贵的方法 就是先用油煎 好了吗 好嘞 然后盘子备好 好嘞 其实要是着急吃 现在就可以吃了 但是呢 不能着急 有好饭不怕等 现在呢 我们还要大太阳晒 亮天 对 煎好的泥鳅 还需在户外晾 这是贵心明 跟母亲学习的家传记忆 经过阳光考验 泥鳅多余的水分继续蒸发 在植物油脂肪的护佑下 任而不应的口感悄然形成 看这一大盘干泥鳅啊 是前两天呢 老贵趁着太阳特别好的时候呢 已经晒好了 那我们开始做 这个不行 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调制 哦 还得调 对 用什么调 用这个多种的调味 这个是 那就这样 他们当地呢 特别爱吃这个辣椒酱 对对对 事先要腌制 腌制 这是酸辣 发酵好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这个 蝉豆酱 这个呢 这个是芭拉鲜 芭拉味道的 对 芭拉味道的 这个 那个是豆瓣酱 豆瓣酱 这么多种调料 加上酱的四种 加上蒜的 姜的葱的 加起来以后 会变成一种 什么样的味道呢 做酱料的过程 比较简单 讲究的是 大火快炒 油热后 先后加入姜蒜 以及各种酱料 待诸多味道 充分融合后 在锅中加入开水 再放入 晒制好的泥臭干 大火焖至五分钟 切红椒 开始 这个 生多辣 对 比较漂亮 调较亮 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对 拖 好看 经过了煎制 两天的曝晒 再加上这个油焖 泥丘肉的 那个质感 像腊肉 腊鱼 可能是硬硬的 但是很韧 它是咸鲜的 麻辣的 就综合的一种味道 但它能在掩盖不住 泥丘肉的那种香味 很好吃 很好吃 借力九华山 络绎不绝的客流 每年旅游旺季 贵新民的餐厅 能接待游客进千人 这也为它带来了 较好的收益 乔木乡的贵新民 靠着家传手艺 生财有道 而在杜村乡 则有人通过打造特色民宿 来发展旅游经济 这里是杜村乡的河东村 河东村刚好是处于半山腰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里的体感温度 能够比山脚下低上两度 非常的舒适 这里很宁静 你只能听到缠鸣的声音 听到鸟儿的歌唱 又或是你可以听到 风吹树叶沙沙的作响 痴情画意一般 当地人在这么一个绝美的地方 开办了一家民宿 这个民宿很有特点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早先再跟着我去看一看 这家叫做墨上星空的民宿 就坐落在九华山的西路 海拔四百多米的小山上 四周竹林演映 环境非常优美 看上去都是粉墙带瓦 这以前都是民居吗 对 以前这山上 有很多空闲的民居 这些空闲的民居 基本上由于交通不方便 还有他们生活的改善 都搬到山下去了 一直控制在这 我们把这些控制的房子 进行了改造 改建 所以您看到 我们现在所处为这四栋房子 原来就有四户人家 这家民宿是2020年夏天开业的 虽然时间不长 但由于极佳的地理位置 精心设计的房间 使得这里很快就成为了 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进来一下就感觉凉快了 而且色彩 然后光也特别柔和 是的 我们保持了这原有的民族的乡土气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面 用的还是传统的民居的水磨石 包括我们墙面看到 这是稻草泥 我们请了当地老百姓 这是古法做的 所以你看这稻草还是真的稻草 包括我们这边的 采用的一些装饰 比如说我们这个挂毯 采用了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 黄门系的设计元素 那像这个 你看这个是用棉花球做的 这个是黄门系的系服上哪一部分呢 帽子上面垂在下面的那个球 包括它的颜色 也是黄门系的系服的颜色 那整个你看床上用品的色彩 和你挂毯的色彩都是一致的 对 哦 露台这么大 对 好舒服啊 您看那个有一个像人躺在这的 那是我们比较著名的景点 这个睡佛 那么为什么九华山叫九华山呢 以前叫九子山 就是李白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角度 然后写了一首诗 叫天河挂了一水 绣出九芙蓉 然后呢把这个整个九华山 定名为九华山 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的客人都感觉到来这个地方 才能够真正的依赖九华山的全貌 如今这家民宿已经运营两年了 旺季稳定的客流 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收益 也给当地的百姓增加了收入 我们现在整个民宿建成之后一方面 我们把周围的山场都扭转了 我们每年会给老百姓很多租金 同时呢我们民宿里面有90%以上的运工 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 那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现在基本上在3000到4000左右 住在山林间的民宿里 不但可以欣赏漂亮的风景 而且四周的乡野山区 还能给游客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哇 现在这个声音啊 都是带着温度的 是冰镇的温度啊 你听着就凉爽 知道我们 这哪来的水啊 是这我们山上的山泉水 山泉水啊 对 我们这周围的每栋房子啊 周围都有这样的山泉水 你看这个水量多大啊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 满满的一盆你装满了 很清澈 也很凉少 我试着 我试着啊 很凉很凉 很甘甜 我尝尝啊 看 非常的纯净 真的是很凉 一下就凉透了心了 这么好的山泉水 这泡茶肯定特别棒 对 它不仅可以泡茶 跟我们当地的土菜 还是绝配呢 这家民宿所在的村落 地产食材非常丰富 当地百姓制作的各种土菜 被刘春阳他们深度挖掘 而这些传统老味道 如今已经成为餐厅的特色美味 在这其中满南土鸡汤最受顾客欢迎 这满南土鸡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一般看它的个体比较大 像这种的话基本上有三斤多以上 看它肉质肥美 偷看一下 对对对 看鸡油特别多 如果是喂出汤来是那种金黄色的 对对对 很香 炖鸡的时候还要给它怎么处理吗 我们这边是用黄金位置的 黄金 对对 来看一下 黄金 你看这个黄金最原始的状态 它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北有人参 南有黄金吗 对 它非常有进步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 做这道菜程序并不复杂 但却需要更多的耐心 因为加入整集和山泉水的陶罐 要在炭火上慢慢微致四个小时 当然只要是好滋味就值得等待 除了鸡汤 在当地还有一种点心也非常好吃 叫鸽粉园子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鸽粉 鸽粉 这个是我们安徽的点尖散 还有木耳 还有香菇 还有我们黑糯玉米 黑糯玉米 这些东西是要做 做馅 做馅 对 做鸽粉园子的主料 是当地土产的黑猪肉 首先把肉切丁斩碎 然后与其他食材充分搅拌 当然 为了最终筋道的好口感 一将上劲必不可少 接下来 还要用石墨 把块状的鸽根磨成粉 和面包馅 过程简单 一细喝成 15分钟后 一道当地特色美味 鸽粉园子就大功告成了 好漂亮啊 晶晶剔透的 就从这儿看 能看到里面的馅 全新的口感 它是 既带点那个糯糯的口感 但是有很 很强的那种韧性 韧性 对不对 对 很好吃 而且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鸽根粉 它带着大地的那种清香 对 这家那个肉馅 它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呢 它是苛刻分明 非常有层次的口感 哦 好吃 如今 这家民宿的生意 越来越好 每年接待游客近五万人 营业额达到了五百万元 告别渡村乡 我们将前往荣城镇的五溪村 去那里拜访 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 徐建武 你好 你好 这一进来 您到工作室 就是展厅是吗 对对对 展厅 去看看 我们展厅的一些作品 哦 52岁的徐建武 年轻时 跟随中国美元教授 陈赫婷 学习生气夹注技艺 2005年 他在青阳 创办了自己的雕塑工作室 开始用这种 中国传统的工艺 来创作 制作 各种漆器 生气夹注 就是用 马步 瓦灰 美符 生气 制作成的 像咱们这个 生气夹注技艺 做成的这个佛像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不费那个 糊辣 还有一个呢 它不怕火烧 可以阻燃 阻燃 而且就色彩 它就特别的逼真 有层次 还有我们制作工艺 全部是用信条来 这一尊佛像有多种 这尊佛像不种 大概是赛类金吧 哦 怎么会那么轻 因为夹注照相 就是很轻的 以前就是传统的 就是我们把佛像 排到外面 就是行火用的 所以说 夹注照相 是很轻 如果是个泥巴 你就抬不动 抬不动 容易碎 这个是不容易碎 生气夹注技艺 是中国传统 漆工艺中 最为复杂的 制作胎骨技法 相传 由东晋时期 著名雕塑家 戴奎创立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徐建武虽从毅三十多年 但一直都严格遵循着 传统技法去创作 那徐老师 您那个夹注技艺 首先要用这个大漆 这用大漆 大漆就这个 哦 那这颜色怎么不一样 就这个 这个是一个鲁白色的 你看它是 慢慢变黑的 紧褐色 加那个宝卫 有一个黄土 这样呢 我们这个漆壶就 就调好了 调好了 调好了 这个麻布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的 夹注夹注的这柱麻 哦 我问了徐老师 为什么叫夹注 而不叫夹注 他说因为是一层一层的 它是 对 多层的 所以念夹 夹注 对 那现在你要用的时候 那是大小怎么定 大小成 我来看看 像我们这里刷了多少 个面积 就把这个布贴在上面 布贴在上面 贴在上面 我们就在压 在压 在压 像我们这压 如果是这面积太大了 像我这里已经换了 换了 我把这一颗先拿掉 先放在这边上 这一颗已经是做了 做了我就是 同样用这样的 最串好的气壶 对 气壶 把它压好 徐建武多年以来 一直坚持采用天然气料 而为了让人们 更好地了解 这种传统的材料 他还在院子里 种了一棵七树 这就是七树 那个大七是这个树 对 割出来的 对 像我们这个树 还是种到 还是两年时间 比较小 才两年 对 如果这个能割的话 至少要七八年才能割 但是割的时候 还有很讲究的 像他们割一个 道法的人字形 这七呢 留下来 所谓七树的七就是木质盘 携一个防个人 下面一个水 以前没有三点水的 就是说在木头上割了 割了把七的水流出来 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 但是这七树呢 不好碰 容易过敏 那这个树干 我们也不能摸吗 最好是不摸 虽然这个树小 还会流出一点树枝 就是七 那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从事 这个家住的 这个工艺大师 首先得过 这过敏这关 对对对 过敏是无法逃脱的 您过了多少次 我至少上百次过敏 现在您还过敏 现在不过敏了 现在我产生看体了 它产气量怎么样 像我们这一棵树 它的生命产气量 就是时间也不到 所以一棵树 树七是很珍贵的 在徐建武的 工作室的展厅里 展出的大部分 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 曾屡获各种奖项 这些是一个 我获奖作品 获奖那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 是大器做 因为我们在这个面上 处理像 瓷陶瓷的面一样 这也是您所说的 用的 咱们家住的工艺 然后一层一层 也是空的 还有一个呢 这帽子是可以摘下来的 这就是两种形态 像两个作品一样 是吧 就是包整在端案 在思考 其实我们那个树像 是有很多方法去创造 这线条我都是用 血液的方法去做 我觉得这个衣服 这个线条 它的那种血液 还有这个帽子 能拿下来 就一下子这个雕像 它就活了 它不是一个静态的 是一个动态的 对对对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徐老师的这个工作室 在青阳 已经是赫赫有名 许多游客 都会专门来此购买 他们的七亿作品 我觉得这个东西 纹路非常漂亮 这个金字 带一点古运 然后又结合了一些 现代的工艺 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 看到这么多游客 喜欢自家的作品 徐老师的儿子 徐浩凯 大学毕业后 也回到了父母身边 开始专注于研发 七七的文创产品 这个展台 这些文创 都属于是 出自你手 是吗 是的 都有什么东西 主要还是以 那个茶具 还有文化四宝 这块为主 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 我们的七块 哦 七块 对 哦 七块 像这样一幅七块 你现在卖多少钱 价格可能到 两百到三百之间 那这幅呢 这幅的话 它是一个 波罗七的一个制作 它的花纹是 每一双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 哦 哦 你看啊 好漂亮啊 它耗费的工时很高 剪剪在那一双筷子 可能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是的 哦 那你这个文创作品 你一年下来 你可以销售额 可以达到多少 销售额 现在都是到三百万 如今的徐建武 已经是生期家住技艺 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还在自己的园区里 推出了文化旅游 国家非以体验的项目 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 了解喜欢上这项古老的技艺 我有一句话是 你我一生 七彩世界 因为在这个年龄一段 我们下半生 就是为这个事情来充实的 我准备把这个七 不仅仅在我们国内 还有发扬更大 也在国外 很多人知道 在我们中国 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一种工艺 和这种工艺